字幕志愿者 又輸 大哥, 我戴安全帶, 發覺新仔 戴安全帶是快沒用的 最重要是扣得對和安全 勞工署收割了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 要加強竹棚架的安全, 有沒有留意 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 主要收定內容包括 加強兌足棚架的支撐 連場器和進出口的技術要求 更詳細地說明 有關合資格人士 要直接監督工友進行棚架工程 確保搭棚工友和棚架的安全 大哥飛, 我又跟著你賺食了 對了, 大哥飛, 還要我 不過跟著我賺食, 要考試 新的安全守則, 說明工友 是要考安全訓練實務平衡 我也考了 好, 如果年底前報名和考試合格 還可以退回考試費 經修訂的勞工署 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定名 圓空式棚架工友需要持有由建造業議會發出 有效的中級或高級圓空式棚架安全訓練證明書 才可以進行指定工作 今年10月19日就全面生效了 真棒 明天, 明天很難刮爆風球 不用上班了 如果明天真的刮爆風球的話 我們現在就要馬上去徹底檢查棚架 有沒有問題 當成建商知道 即將有惡劣天氣出現 必須確保棚架的結構強度和穩固性 包括徹底檢查棚架 作出改善或加固 確保棚架已經降低和拆好 甚至拆除 同時移除棚架上存放的物料 移查安全 建造議會在這裡呼籲大家 除了要遵守勞工署 經修訂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之外 還要實行建築設計安全 design for safety 由源頭減低危害 攜手提升建造安全